前中国小姐张淑娟不满被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指名道姓为蒋笑颜非文案的女主角 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提告 但是周玉寇率先抵达现场 先向张淑娟道歉 还说张淑娟被台北市员王洪威利用 而王洪威刚好人也在现场 结果两个人当场火爆互呛 互骂对方是蟑螂老鼠 事后张淑娟也到了现场 声泪俱下了痛批周玉寇睁眼说瞎话 让她感觉被鞭尸 绝对告到底 台北地检署前 北市员王洪威跟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开启了两个女人的战争 双方互呛场面泼辣 吵得那么凶 全是为了前中国小姐张淑娟 被周玉寇指名道姓 是蒋笑颜非文案的女主角 蟑螂老鼠都出来了 幸好吵完后双方暂时离开现场 而女主角张淑娟这时也终于现身 我是张淑娟 然后十几天来网络不停的霸凌跟媒体 我觉得非常的无辜 你把别人的案子丢到张淑娟丢到我身上来 没有人帮忙 速度哭到不能自己认为无故遭名嘴门编尸 张淑娟也怒呛周玉寇 周玉寇原本态度强硬 这回却一改常态承认错误 九十度鞠躬向张淑娟道歉 我在这里先向张淑娟小姐道歉 深深一鞠躬 周玉寇小姐 你道歉是不够的 你又利用媒体霸凌落势 霸凌一个没有麦克风的声音的人 但道歉一次还不够 周玉寇似乎真的怕了 记者会后紧追着张淑娟 希望能够亲自道歉 坦诚功课没有做足 但面对面道歉频频支别 周玉寇态度放软 无奈仍然接近不了张淑娟 张淑娟铁了心告到底 未来两人只能法院上相见 记者身长杨文豪台北报道 前中国小姐张淑娟 暗龄控告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虽然情绪激动声泪俱下 但是长达五分钟的访问 没有因此打劫跟停顿 她控诉感觉自己遭到鞭尸 更形容周玉寇霸凌一个 没有麦克风声音的人 用字精准贴切 让网友大赞 她的逻辑很清晰 也不禁好奇她的经历 原来张淑娟除了在 1998年荣获中国小姐冠军之外 同年还曾经代表台湾 到国外参加 国际亲善小姐的选美 荣获了亚军 之后更当起了 体育主播节目主持人 网友惊惑 难怪她的口条跟气质 都这么好 我今天如果我不出来抗议 谁会帮我呢 我相信台湾的社会 是正义 是善良 你们任何的颜色 我都爱你们 我也希望你们 爱护你们自己的中国小姐 暗铃控告 自身媒体人周玉寇 前中国小姐张淑娟 虽然情绪很激动 但想说的话 一字一句都是重点 表达的清清楚楚 连我考进华航都胡说八道 华航是有制度的 谁会飞一年就国际线 飞机机总有小飞机到大飞机 你们都搞不清楚吗 杀人不过头点滴 还我一个清白 我今天告你告到底 周玉寇小姐 蔡玉珍小姐 你们太恶劣了 没有人可以这样霸凌一个人 逻辑清晰 还能针对周玉寇的指控 出言反驳 正常五分钟的控告 记者会几乎没有追字打结 也让网友不仅打赞 记者会结束不到一个小时 PTT网友的贴文 说一般人情绪崩溃时 根本话都说不清 但张淑娟发音标准口齿清晰 其他网友也附和 果然选美冠军或真价实 大赞张淑娟 临危不乱 脑袋有东西 这也让人不禁好奇 她的来历 我们已经得奖 得了一个最受欢迎的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 是最重要 接受专访时 落落大方 这是34年前 25岁的张淑娟 代表台湾出国比赛 中英文双身道 也难不倒她 张淑娟曾任华航空服员 1988年获得中国小姐冠军 童年又从30国的加力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国际亲善小姐亚军 不止如此 她也曾任女子中学的辅导老师 还曾当过体育新闻主播 节目主持人 才艺兼备 更曾办过油画展 甚至今年还取得了大学美术研究所硕士学位 你是一个东方韩序的民族 能够让他们觉得你是那么受欢迎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过去在镜头前 张淑娟总能展现出众气质 落落大方 满脸笑容 没想到时隔多年再次面对镜头 却是在北检前声泪俱下 捍卫自己名誉 记者曾经杨文豪台北报道 资深媒体人周日寇在杠台北市长柯文哲 周日寇在今天上午再度语出惊人 批评柯文哲是撒旦魔鬼 匹子流氓 甚至自爆柯文哲曾经私下到办公室 一个小时还对他调情 柯P在下午出席活动的时候 被问到调情这件事 赶紧连忙澄清 说调情这个词不是用在这 柯文哲脸上写满震惊 媒体人周日寇寇惊爆 说柯P私下到他办公室 密谈一小时 临走时居然对他调情这一句 他出来说原来你不是花瓶 没良心的比病毒还可怕 正宗声明 这个调情这个用字太奇怪了 我吓死了 调情心理意刷新科市长三观 满身都是剑拔 尤其周日寇脸书是爱 就是爱阿中 柯P脸书小编留言 只有祝福 却秒被周日寇封锁 我本来叫陈志然跟他写说 祝他永结童心 这个话 陈志然是把他改成这个祝福而已 但周日寇轟柯P火力全开 投给柯文哲 就是投给魔鬼 我活慈悲 柯文哲是魔鬼痞子 粗暴的一个流氓 阿弥陀佛 不把你驱逐于政坛 我不信周 不然他姓首 不然他姓首 周日寇效应到底是否影响民进党和陈时中选情 双方能否切割 柯文哲再丢 神比喻 周日寇现象 击毒跟戒毒来形容 真的最恰当 你用这个人去造谣打击你的敌人 有一天他反过来开始牵托你的时候你就甩不掉 近代新闻话题全从之声媒体人嘴中发动 到底对参选人选情加分还是扣分 选民心中自有定见 就是我们讲高子谣 台湾报道 欢迎年底大选的最新战况 很多的县市竞争激烈是打得如火如荼 但是到底是谁领先谁落后呢 那么今天有一份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 在台北市的选战部分 国民道的蒋万安他是领先的 那么在第二名跟第三名的部分 分别是黄珊珊还有陈时中 另外一个也是竞争非常激烈的是在桃园的部分 那么接棒上阵的郑运鹏他的民调呢 目前是稍微的领先国民党的张善政 而在新竹市的部分呢 是由最近引领话题的民众党高洪安领先 而在苗栗县的部分 在国民党分裂的情况之下 民进党提名的徐定征 拿下了民调第一 也被视为民进党在当地最有可能翻盘的一次 推推眼镜狂做笔记 参选桃园市长的张善政 和年轻朋友面对面交流 要了解新创公司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距离选举投票日只剩两个月 一份最新公布的媒体民调显示 被蓝营寄予厚望的张善政 获得百分之二十一点三八支持率 而绿营接棒上阵的郑运鹏 一百分之二十四点七七 暂时超车 两人相差大约三个百分点 说民调的高高低低 我们不会就把这个当作是最后判定生死 而只是一个参考 这个向上发展的趋势也符合我们的预期 相信这样的领先优势能够持续的扩大 同一份民调显示 在台北市长这一局 国民党提名的蒋万安 获得百分之二十七点七六民众支持 黄山山和陈时中分别占居第二和第三 持续拉锯 再来看到最近话题十足的新竹市 民众党的高鸿安 不受学历风波银奖一支独秀 横帅蓝绿阵营参选人 八到十二个百分点 国民党要自己警觉 怎么会变成这样 怎么是八个县市 重要的县市只有两个 是国民党比民进党支持者多 原先被视为绿营选情有危机的基隆 蔡时宁还是以卸位差距 领先国民党的谢国良 民进党评估最有可能翻盘的苗栗线 在蓝营分裂的情况之下 徐定真果然民调第一 也让执政团队的隔魁保卫战 吃下定心丸 民调数字随时浮动 可以作为参考 在投票日前 征战百里侯的参选人们 还是得加紧努力 记得这些欢慰财 台北桃园采访报道